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官米克拉奥利舒克将军表示 他的国家得到了西方伙伴的大力援助 得益于这些援助 自2022年9月以来 他已成功击落650枚巡航导弹和610架伊朗制造的无人机 他补充说 乌克兰正在等待接收防空导弹系统 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 他指出这种支持是不够的 乌克兰需要更多的现代化武器 尤其是现代多用途飞机和防空导弹系统 乌克兰的盟友都知道这一点 另一方面 乌克兰总统解雇了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 该指挥官参与领导在该国被围困的东部与俄罗斯军队的战斗 但他并未说明此举的原因 在一项单行法令中 泽连斯基宣布解除在顿巴斯地区作战的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 爱德华莫斯·卡利科夫的职务 泽连斯基在每日讲话中提到他与之交谈过的军事领导人时 点名提到了莫斯·卡利科夫的名字 莫斯·卡利科夫自2022年3月战争开始后不久开始上任 另一方面 泽连斯基承诺从俄罗斯手中夺回克里米亚 俄罗斯于2014年将克里米亚并入其领土 他还发文称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始于9年前的克里米亚 我们将通过恢复克里米亚来重建和平 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 早些时候 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 乌军准备在春季发动反攻 多回报后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乌克兰领土